作為一個老師 你的女兒就是人 你的學生不是人嗎? 糟糕了 忘記了 大家好 我是郭Sir 很多時候大家都說 我們從不同的方面 看看一間學校 適不適合你的小朋友 又或者那間學校 是不是真的做得好 和他們所說的一模一樣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我們有甚麼可以看得到 還有 也想說一下 怎樣才對學生好 或者不要做得不好 這件事 在開始說之前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當我一有新的影片 馬上通知你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開始 話說我們一個中學生 一輩子最多跑七次的學界 學界田徑為例 為甚麼七次呢? 因為以年齡去換算 由中一到中六 包含了其中一次的重讀 為甚麼會有這件事發生呢? 其實我們不是有些年尾的大兒子 讀遲一年書嗎? 在這個情況下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色靈學童 在那個年度出生的 就可以讀 跑多次 玩多次 而過去這幾年 在疫情的日子中 其中兩次取消了 包括2019至2020年度 和2020至2021年度 之後的2122和2223年度 其實都沒有一個很正式的比賽 升降班的制度下 因為覺得因為疫情 或者因為未復常 等種種原因下 就不舉行 直至今年這個年度 2023至2024年度 才有的 但是郭Sir 你說了這麼多這些背景資料 想說甚麼呢? 最近我問了一個學生 帶他們去比賽 這個學生問他 究竟今年的成績怎樣? 他跟我說 今年沒有比賽 沒有理由 他已經是最後一屆 最後一次比賽 沒有理由不去比賽 我又上網查資料 是整間學校都沒有 唯一一個可能 就是他們完全沒有報到學界的比賽 而沒有報到學界的比賽 的原因 沒有理由 是你們不想出賽 或者學校不給出賽 還是怎樣 因為就算不給 可能是不給 考聞平時的學生 因為為了讀書 種種的原因 而不給某一個年級去比賽 而不會整間學校 完全放棄 完全拒絕參賽 一問之下 當然就是 他們今年忘記了報名 忘記報名這件事 究竟是發生甚麼事 完全是不可接受的 這個學校 體育課老師團隊 竟然將這個 這麼雜無旁貸的問題 完全推給學生 告訴你 你的學生又跑得慢 又廢 搞到我們去想的名單 想了很久 所以過了結尾 我們都忘記了報名 或者遲了報名 這樣 這個原因 完全是不能夠接受的 一個老師 你又有小朋友 又有家庭 你會不會錯過了 你小朋友 報可能有幼稚園小學 中學的結尾 你會不會 或者作為家長的你們 你會不會忘記了 剛剛過去的3月27日 是自行選校階段 正取生的公佈日 你要留意著電話 你不會的 你會不會忘記了 7月9日 是升中放榜日 你不會的 如果可以做到的 你最好是請一天假 作為一個老師 你打一份工作 我明白 工作還工作 家庭還家庭 但是你也要對得住學生 還有我們世俗人的眼光 裡面覺得老師 是多份的責任 多份神聖 還有做多少少的事情 所以 為什麼 郭Sir對於這件事 當然 郭Sir有些私人感情 就是 對於帶隊這件事 是有感情 所以今天特意說一件事 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情 他們的 我們叫老鬼 那些師兄師姐 已經特意提出這位老師 記得報名 記得 deadline到了 我們的截止日期到了 以及 過往已經有歷史 就是他經常都會不記得 的時候 那麼多人提醒他 但是 還是忘記了 這件事 學生會說原諒 但我覺得這件事 是完全不能原諒的 話說回頭 郭Sir小時候 曾經遇過一些這樣的老師 什麼叫這樣的老師 在一個體育科裡面 大家上一段影片說 體育科是大家最不被重視的科目 我們叫做 而 一個體育老師 我們叫做放羊 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放羊 就是一個牧羊人 叫你下去自由活動 踢球 等等 但我覺得 這件事好像不太合理 為什麼其他科老師不可以放羊 體育科老師可以 我們可以促進新心靈 他們自己想做自己的事 這個不是自修堂嗎 為什麼是一個體育課 然後一個體育老師可以 鬥一份正常的糧 這件事是不合理的 究竟他是否一個好老師 我不定義 但是 他沒有做足一個體育科 老師應該要做的事 是一個事實 而郭Sir曾經說過一件事 他曾經在年輕時 有心工作過 我們應該給他一個機會 他會體諒他的 如果我體諒他 誰會體諒我呢 誰會體諒一些 沒有受過一個合資格 或者合格教育的學生 浪費了他的光陰 浪費了他的時間的人 誰會體諒 誰會同情他呢 這件事不合理 剛剛我所說的 那些同學沒有了一個機會 因為疫情已經沒有了兩年的機會 今年第三次 如果他剛好擇中這六年的時候 六年裏面 有一半的時間 都沒有了一個參賽的機會 其中有一次 是一個人為的影響 那這個是 完全是不合理 和不合乎 作為一個老師 所以 最後 我想說 這間學校怎樣對待這件事 其實我們都看到很多事情 究竟這間學校是否真心 為一個學生好呢 又或者老師是否真心 為一些學生的著想呢 我不是說 要一個老師 完全把學生放在第一位 家裡的全部放在一旁 完全不是 但是 你起碼要盡上基本責任 截止日期到了 你是不是應該報名 還要跟學生說 我今晚約了朋友吃飯 我回到家 今晚11點59分前 就會報名 因為我的父親是11點59分 然後第二天跟學生 我遲了一分鐘 我相信應該是 那一晚完全忘記了 第二天起床才起床 糟糕了 忘記了報名 就說自己遲了一分鐘 無論什麼原因都好 遲就是遲 一秒鐘都是遲了 究竟你 作為一個老師 你的女兒就是人 你的學生不是人嗎 人家的子女不是人嗎 那為什麼她是因為你的錯 錯失了一些這麼寶貴的機會 整件事是不合理 就是非常不合理 那我覺得就是 為什麼我特地要拍一段影片 說這件事呢 就是你真的要認清楚 究竟有沒有這些事情會發生 當然這些事情 不是那麼容易去看到 是不是會發生 但是希望大家 留意多一些 還有可能多問一些 可能在開放日後 問一些師兄師姐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事情 小小聲說 超超話 可以留意到 如果知道的 就可以再考慮多一些 如果沒有的話 就沒辦法了 有時候遇到的事情 才會發生 知道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起碼知道那些老師 不是完全把責任推卸了 最不高興 最生氣最生氣 就是把責任推回學生 而那些學生還要幫助他們 說要體諒老師 這件事是 我覺得那些學生很善良 很好 如果遇到郭老師這些學生 我不知道會怎樣算 OK 但是 郭老師分享今天就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如果想了解 多一些不同的學校 或者有不同的學校的秘聞 不妨下面鄰居告訴郭老師 跟郭老師分享一下 希望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一些開心的事情 不是那麼憤怒的事情 好嗎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